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债券市场以美国来说 10年的债券目前下降到3.40 主要是按照昨天透出来的信息 就是短时间利息的上升可能接近了尾声 虽然通货膨胀的数字还是很高 也没有把握能够把它全部压下来 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让Fedal Reserve帮手包脚 可能短时间不会再大快速的或者大幅度的加起 因为市场可能是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那么加拿大的十年债券是2.75 巴西13.15 墨西哥8.9 欧洲方面德国2.19 法国2.72 荷兰2.55 瑞士1.05 亚洲方面日本0.27 新加坡2.8 南韩3.27 印度7.33 而美国的短期的利率也开始下滑了 三个月的滑到4.6 六个月4.73 十二个月4.3 前几天他们都在5个percent 像是降到4.7 4.3 两年的利息3.83 五年利息3.44 十年利息3.43 三四年3.70 Community方面 希德都有在69.5毛 布兰特有75.9毛 Nature gas2.15 黄金 占上了2000块 升到2012块 小麦662 据说很多政府的中央银行 最近都在悄悄的买进黄金 一方面是 过去外汇储币都是以美元为主 但是因为美国的债务 和美国的金融市场 造成了一部分的不安和不信任 因此有一些国家在开始买进黄金 那么投资人在目前 看费和规律指数在34 代表66的人对市场没信心 34人是看好的 当越多人不看好市场 市场反而比较safe 目前基本上短时间还没有要暴跌的机会 但是美元指数也跌到了102.59 美元对人民币6.82 美元对日元130.8 美元对欧元0.92 美元又掉到了前段时间的低点 美元曾经从97涨到115 从115又跌到102 102弹到105 现在又回到102.5 那么照目前的观察 第一个联邦的这个加利息 可能由于这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红市也加了很多了 因此联邦在加利息方面 可能会慢慢的减缓 有部分人认为 目前的利息 4.75到5%的Fedal Fund Rate 有可能是close to the top OK 但是也不好说 因为通货膨胀 目前在6和5.5 还是居高不下 是不是能够因为这样子 就把通膨压下来 目前还有待数字 还有待观察 但是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对国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此如果再继续快速的加利息 可能有些金融市场是受不了的 因此在两害相权之下 可能还是要比较保守的 逐步缓和的去加利息 那么如果没有加利息 可是市场由于对金融市场 失去信心 而交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的 这种需求 然后也同样的达到了 控制通膨的效果 其实这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和金融市场的衰退 也可以部分达到加息的效果 所以这个事情还危险 投资人在目前应该是要 稍微观望一下 因为目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尤其是金融系统的这个不稳定因素 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 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过去了 这个事情可能还有余 因为投资人在这么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还是要以保守的这个作风为主 也就是说要保住你的资产的本 同时在资产配置上 也要注意到品质的管制 不要买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金融市场奔跌的时候 品质不好的东西 就会受到较大的伤害 而且跌下去也不一定回得来 另外一个就是投资市场 基本上就是一个线性的问题 当市场没有线性的时候 其实投资市场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在目前这样子的 这么多不确定 而且潜在的危机之下 除了要注意到你的资产的配置的 安全性和分散性 也要注意到资产的流通性 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增加手上的现金 我是肖音祥 我电话73-9883-888 谢谢